每年4到5月份的时候需要将狮子花的老枝若枝 蜜枝枝和交叉枝等剪除 这样可以增强植树的通风透光性 它花期之后还需要及时的将它的残花枯枝病也剪除 以免滋生变成汗 等到狮子花的新烧长出来之后 还需要及时的进行摘心修剪 枝子花在每年4到5月份的时候就会生长出花芽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将它的老枝弱枝密枝枝和交叉枝等剪除掉 这样可以增强植树的通风透光性使其更加美观 还能够避免多余的养分消耗 有利于植树更好的开花 枝子花开败了残花很容易滋生病虫害 所以在它花期结束之后 需要及时的将残花连同花托一起剪除掉 同时还需要将枯枝病也也剪除干净 这样可以促进它的新烧萌发 有利于植树的生长和来年的开花 枝子花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摘心处理 观察到它的新烧有2到3节时就需要摘心一次 还需要适当剪去一些叶芽 等到它第二叉芽长出来之后 还需要再摘心一次 这样植树的造型才会更加的放手美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